他視死如歸 加因他的感情路已經去到盡頭 他令對方伸手易處 然後跟他吻別 無情者原是有情人 但他的極端行為最終令到兩敗俱傷 歡迎大家收看 《晚吹罪光燈》 今集繼續有我歐錦棠 當然不少得是我的美女拍檔可宜 還有另一位美女拍檔 也是香港創案專家花家姐 我想問問兩位,我們做了這麼多集 我們說了很多冷血的兇案 你覺得裡面的兇徒 誰是最為冷靜的? 先想一想,我先說吧 我覺得是雨夜屠夫林國雲 一定榜首有名 據說他被警方盤問時 很合適地交代詳細的案情 還要問問 老師,你可否給我解剖女四姐的 錄影帶證明我 我覺得最變態就是這次 如果拿到錄影帶 我自己第一時間想起 就是我們頭幾集已經有說 就是在大角咀 肢解父母案的周凱良 其實無論事後對傳媒的表現 還是他上庭 說如何對待自己父母 好像說第三者 第三者說回整件事 沒有一個步驟 完全沒有情緒起伏、沒有哭 甚麼都沒有,很多人會害怕 平時我們看報紙的照片 我們不計算,因為都是定鏡 但我自己去法庭 見過他的真人 長時間審訊 他無論何時何刻 他的表情都是很冷靜的 對,即使在庭上播放會面記錄 你看到他跟警方說話 他也是很冷靜的 所以這個罪犯真的挺特別的 另外也有聽過 犯罪後殺人後還可以去吃舖票 可以如常上班 非常不可思議 對,至於我們今集說的罪犯 他的所作所為 都冷靜得你不敢相信 2008年3月7日 石梨村石階樓22樓一個單位 發生極殘酷命案 住在單位裡的19歲少女李瑞兒 被男友梁百明闖入屋內 商討分手事宜 期間男友恩怒之下 竟然用軍刀和三果刀 向女友狂斬六十多下 並且將她的頭割下來 她事後冷靜地報警 警方到現場見死者已經伸手易處 全屋血跡斑斑 令人非常心寒 梁百明最終被判,終身監禁 斬頭的案件時不時有聽聞 就像這宗案件 殺了自己女友,斬頭下來 還繼續在現場很冷靜 等人拘捕,而她自首 真的比較罕見 當年只有25歲的梁百明 看到這張照片 這時是她被警方帶走時 自首在兇案現場 等待警方帶走 看到她的左手 其實是傷了,是打了石膏 她的腳因為用膠袋包著 即是保護證物的意思 但左手其實是打了石膏 換句話說,她走空時 她的左手已經受傷了 看清楚了 她的左手很明顯是打了石膏 還有空氣,其實空氣有兩把 這把就是求生刀 至於女死者,就是李銳兒 當時只有19歲 她跟家人一起住在 石階樓的三、四百呎公屋單位 很年輕,19歲 可以看到這張照片 另一張照片是當時的事發單位 就是三、四百呎公屋 裡面可以看到血跡斑斑 你看到地上乾了的血跡 很恐怖 你想想,被人砍了六十多刀 窗簾也染了血跡,噴上去 對,而且頭顱被人鎬了一分多鐘 你可以想像一下場面 現場環境,真的死得很慘 我研究了這麼多案件 這件事令我很深刻 是嗎 因為實在太恐怖了 對 案發時間是3月7日的早上 11時多 那時候很多人去了上班 或上學 梁百明殺人後 竟然打電話… 最初不是報警 打電話給阿儀,這位女死者 幾位朋友 然後跟她說,我殺了阿儀 但對方當然覺得… 肯定要開玩笑 開玩笑而已 你怎會突然殺人,還會打電話給我 我沒有理會她 因為她本來叫那女生幫忙報警 那女生沒有理會她 然後她自己拿起電話 打999報警 是 跟報案中心的人說 我殺了人,連她的頭也切了下來 我已經放下武器 這裡的地址是… 我叫甚麼名字 然後連報案中心的人後來也說 怎會有人這麼冷靜 這樣殺人,切了人的頭 打電話來這樣報警 真的還沒遇過 同一時間,剛才彭佳姐說過 她打電話給女死者的朋友 大家的普通朋友 告訴她 當然別人不理會她 她打電話給自己的媽媽 還跟媽媽說 媽媽,我知道你的腳會鬱陰 你就不要再亂走 例如說爸爸的遺言給媽媽 後來在電視上看到 拘捕了一個新聞報 她問她為何外形這麼像自己的兒子 因為她也知道她的兒子受了傷 看得這麼巧合 直至… 警方當然要找她媽媽 她才知道糟了 兒子真的犯了大事 說回悲劇的起因 就要數到案發前的一年 究竟他們是怎樣認識的 話說當時中午的阿賢畢業後 收讀會所管理課程 被派到清衣一個私人屋苑實習 在這個期間 兇手阿明 就在那裡擔任私人的健身教練 就在那時候 兩個相識,繼而倒入愛河 阿儀很快跟她打火熱 甚至搬到南方的家,同居 南方不是獨居的 是跟媽媽、弟弟妹一起住 相信那間房子也不會太大 其實也挺不方便 也挺擠勇 而且我們說過很多兇案 在這麼密集的環境下 有很多這種情況會發生 對,相處一定會有很多問題 也看回阿明的戀愛事 原來中三,很年輕時已經開始拍拖 拍過五次拖 這次是第五個女朋友 話說她最癡心的就是這個 為何這麼癡心,不知道 但對阿明的媽媽的抑術 這個女死者 她對阿明真的不是千點百信 是很扔她,很黏著她 但要阿明完全遷就她 甚麼都要遷就她 她甚至看過自己的兒子 要背著女朋友進去廁所洗澡 很誇張 然後在日記上,事後看回 在日記上有阿明寫明 我今天幾點接她上班、下班 即是要記錄? 記錄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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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錄 最重要是最初是家用給媽媽 後來沒有了,完全是家用給女朋友 聽起來好像是二十四校男朋友 剛才也說到阿明是健身教練 還有泰拳牌 以為她很活潑浩動 誰知道不是 其實她很安靜 平時喜歡在家裡玩遊戲機 以及進修不同類型的課程 挺好學的 但女方反而很活潑浩動 甚至乎以前在學校時很喜歡游泳 甚至有女飛魚的稱號 平日很喜歡結交朋友 在社交生活中也很活躍 在這方面,兩個人看 性格不太合適 不是,她是一個健身教練 不代表她一定很外向 對 我也認識一些 喜歡躲在自己很粗的 而且很多時候的健身教練 不喜歡說話 不喜歡去社交 但其實這不是最大的問題 最大的問題是男方發現 這位女生很喜歡結交異性 經常會跟不同的男生去街 她根本是很吃醋 甚至同居了一個月後就出事了 因為這位男生很看不開 於是便去割脈 割脈,這位女朋友也害怕出事 馬上回家送她去醫院 因為這次事件又康復了 那個康復是維持很短時間的 大概在這件慘案發生前 大概有半個月左右 而有一次跟朋友去唱K 當時還很流行唱K 不知道為何在唱K 結識了一個任職廚師的男子 兩個人很快就打火熱 據說又欺負又欺負 這些東西當然傳給別人 傳到阿明的耳中 阿明就大興問罪之師 即是為何弄成這樣 這樣不行 於是這時候 既然這些東西 在男友面前爆破,很沒面子 阿姨於是怎樣 就暈倒了,說分手吧 分手沒有,我只是索性 說分手之餘 就搬回自己在石梨村家裡住 誰知道第二天 阿明已經很後悔 想追回阿姨 不停打電話給她 但誰知道她怎樣瘋狂打電話 發訊息給她 阿姨還是沒有回覆她 結果阿明再次看不開 第二次自殺 這次更好 大家有些心理準備 我沒聽過人這樣自殘化 首先吃了100粒止痛藥 是… 先吃止痛藥 自殺不應該… 一秒八秒 是否害怕痛,先吃好 然後她用刀刺自己的左手手腕 這裡非常恐怖 說她用剪刀 那些描述是她用剪刀剪斷印帶 血管和自己的神經線 這樣去自殘 而且她躺在床上等死 看看何時會死 但幾個小時後,她就死不去 再多插自己這兩刀 然後她媽媽在家 看到自己的兒子 說為何弄傷了一身血 就送她去醫院 後來有個資料 說原來她很喜歡進修 其中一件事,她去學過解剖學 這樣會殘害自己 所以她可能知道人體構造 但也不是我們這樣對自己 對 事後,她出院後 不斷用電話去找女方 結果阿儀在心院 出來見過一次 但跟她說 你不要再這樣自殺 因為不是第一次 她說如果不是,不可能再在一起 好像又給她一點希望 甚至跟她說 我寧願你傷害別人 你殺了別人 也不要傷害自己 這句話真是… 這句話令阿明深深地記住 她既然心想 你要我殺別人 不如我殺你 很快她下決心 以阿儀為目標 甚至去旺角買了一把求生刀 以及一把水果刀 準備找阿儀進行殺害 臨出門前 原來她留了一封遺書 她透露自己打算自殺 她亦沒有說她會殺人 她只說會自殺 而且叫她媽媽去拿保險 而且將她整副身家 說八千多元放在家裡 留給她媽媽使用 你看得出這集我們說 這個兇徒相當冷靜 她交代所有的口事 即是跟媽媽的關係等等 寫定遺書 然後去買水果刀和求生刀 為甚麼會買求生刀 已經有水果刀 水果刀和求生刀有甚麼分別 是有不同的 上刀 稍後回來我會跟大家說 用途在哪裡 關於她的性格 也是那種自在必得 我們稱為戰士的心理 但只可以拍拖,不能分手 不看你遇到一個人 兩顆細胞黏起來 本來其實本來不容易分開 你想和我黏起來 我未必想和你黏起來 我們當初你黏起來 這就是導致問題 繼續回來第二節的晚出罪光燈 今集我們說的 就是分手導致的斬頭情殺案 案中的被告,梁百明 在女友的石梨村的預所 把女友殺死,甚至把頭顱斬下來 好,這一節我們開始說說行空的過程 說回2008年3月7日 早上9時45分 阿明拿著兩把空刀抵達阿姨 家裡預所外面 她並沒有按門鐘或任何舉動 驚動裡面的阿姨 因為她也知道阿姨不會開門給她 但她知道這個時候阿姨要上班 所以她就在門外正正等候 但她沒有想過她的男方會突然彈出來 當然是向她討論 為何要分手,諸如此類 之後就強行進入她的家屋 據阿明自己口供所說 阿姨說一些很難聽的說話 去傷害她 包括說她… 你卑鄙 當時的手也不知道要否治好 因為你把銀帶都挑斷了 她說你卑鄙 你卑鄙沒有錢 你卑鄙沒有本事,對吧 沒有人就沒用 所以阿明在大受刺激之下 就拿去求生刀 去刺向阿姨的頸部 阿姨一受傷後就害怕了 這時候她害怕了 這句兇堂阿明的口供說 阿姨很害怕後就求饒 說對不起,我說錯了 我未有心之類的 但沒用了 最初她還能說話 還能說到她刺她的頸部 然後阿明不斷向她刺了十多刀 不斷傷害她 對,最後用途生刀 把她的頸部慢慢割下來 因為那一把不是一把斬骨刀 不是一把,是逐一逐一割下來 阿明的益術是逐一割了一分多鐘 你想想,一分多鐘就是這樣 把人家的頭部割下來 阿明自己說 當時她還拿起阿姨的頭 跟她吻別,還疼她 之後阿明打算走在窗邊自殺 這時候她想起阿姨曾經跟她說過 你不要自殺,你不要死 你媽媽寧願知道你殺了人 在監獄裡坐牢 比你白頭人送黑頭人更好 這次她又很聽話 想起阿姨這句話就放棄自殺 脫下自己的外套 蓋在屍體上,然後報警 第一個去到現場的警察 你也說過 未見過一個罪犯可以這麼冷靜 也看見她的神色只是帶點陰沉 你不會看見她很激動或怎樣 阿明在庭上自辯的時候 據說她當時相對很平靜 不過抑述殺人的過程 她就說我已經忘記了 是否在意識上說自己 應該忘記了這件事 不知道 第二個跟她平時比較失常 一貫冷靜的作風 就是大槍敬庭 是怎樣的呢 當控方把證物就是那兩把空刀 一把生果刀、一把求生刀 放在她旁邊給她承認時 是否你用過這兩把刀 是否在哪裡買 被告即時的反應是彈開 然後便痛哭 她逃避,不想看到和碰到這兩把 其實她做了這麼瘋狂的事 第一時間便會想 其實她會否在精神方面有問題 大精神科醫生阮長亨 以控方證人的身分作公事由說 她在案發 大概是一個多兩個月後 有接觸過兇手 她表示她睡得好 還夢見跟死者以往一些很開心的片段 醫生認為其實她已經沒有自殺傾向 雖然說有適應障礙症 但她絕對沒有精神方面的問題 跟一般的情殺案相比之下 這宗案件的兇徒冷靜 真的跟一般兇徒很不一樣 不如我們請來臨床身心及行為學家 李寶能老師跟大家說 請李老師 好 歡迎李老師 也想問你怎樣看案中被告的性格 因為一方面她好像EQ很低 很衝動地殺人 但另一方面她又部署得很仔細 事後還打電話報警 又好像很冷靜 貓捉老鼠冷靜嗎 不可以說是冷靜,這是本能 沒錯 冷靜、冷血、冷酷是同一類的概念 而理性其實不同 理性是我們去約束自己的本能能力 或是控制自己 究竟我是否真的想做 或是我們做了一件事 究竟我們知道後果會否承擔 這個後果一連串一大堆東西 有計算、有邏輯,有很多東西 純粹冷靜,其實不代表理性 但事後,她在庭上 一直都很冷靜地交代整件事 直至她看到那兩把空刀放在她面前 她突然有情緒失控、崩潰 一般我們的眼、耳、口鼻的感官 是很直接的 純粹在腦袋裡記起一件事 很抽象 可能真的消失了也不一定 但當實物出現 所以那些叫賭蜜絲人 有些事不開心發生了 他們要搬走 你看到每一件事 令她想起很多東西 這是很正常、很自然的反應 但反映出她對那件事 事後她可能經過很多反思 覺得自己接受不了自己做的事 所以她會彈出來 或是壓抑,不去想 但因為她放在她面前 也不讓她不想 對 關於她的性格 應該補充一點點 也是那種自在必得 一旦認定的東西 因為她不會甘心被她逃脫 也不會接受被對方背叛 這是獵蜜的心理 也是… 其實這是一種戰士的心理 戰士的心理 我們千萬要知道 我們一個人好像孤獨的個體 但其實在我們的深層次的潛意識 或基因裡 我們的祖祖先、仙先 多數都是戰士 對 多數都是獵人 男人 從越居人開始 是,因為我們的生命會殺出來 否則我們不會生存到今天 所以我們… 尤其是練武的人 練武的人、健身、運動員 他們很多時候因為這些基因 活躍的話,他們會出來 所以他們對於這些方面 他們會有這種衝動 剛才你提到獵人 我想是他拿著頭來品嘗 還要親他 好像有獵頭族的物精 似乎是 有些獵人據說 他殺了一隻動物,很漂亮 他也會親他 獅子、老虎 也會的 當然那些本來有殺傷性 現在沒有殺傷性 他好像有一點羞辱或欺負的性質 這個被告很好學 甚麼都想學 其實有這麼多意識 為何會有問題 因為其實好學 不等於他想學習一件事 去用那件事 他只是一種求知慾 求知慾可以只是好奇心 越多這些知識、越多這些資料 其實他人的判斷能力 未必表示越好 他只是越多資料 是 但我們本來說教育 我們要培育一個人 不是去塞資料給他 而是令他更懂得思考 或懂得判斷是非 即是獨立思考 獨立思考 分析,即是批判分析的能力 很多時候反而是高分、低能的 對… 這不是一種諷刺 事實上,因為現在的教育 我們提外話 其實未必能做到 我們剛才提到的目的 我們當然很痛心的女死者 亦不希望這類型事件再發生 但假如遇上了這些關係的男女 然後真的要分手 有甚麼可以做 可以有更好的結果嗎 特別是女性可以安全保護自己 但看這宗案件 其實他已經避開他 不是說你進來家裡慢慢談 沒有的 對,他在門口報他 他沒有辦法避開 是否被無可避 這些人你一旦遇到是很危險的 屬於我們叫Stalker網絡的傾向 就是一些很專業的人商量 跟他們商量,然後想辦法對查 又要了解對方的性格 又要跟警方去報案、避案 很多程序要注意 因為牽涉到生命 而且誰介入 去阻止這個人得到他的目的 那個人也會受害 可能我的閨密在旁邊陪著我 不單止殺了我,還殺了我的閨密 個案有這種例子 而且他也有這種例子 完全是這樣 但只可以拍拖,不可以分手 看你遇到甚麼人 而是生物的結合 是一種很深層次的細胞活動 最原始的活動 本質是這樣 所以兩顆細胞黏起來 其實本來不容易分開 即我們… 你想和我貼,我未必想和你貼 我們當初你是閒貼 這些就是導致問題 會否是他越努力追求你 越甚麼都為你做 在家裡留下等你… 越獻殷勤,其實最後越危險 日常生活中 其實可以珠絲馬跡看到 每個人有這種特質 就是佔有欲競效 不過我們日常生活中 現在沒甚麼人說這些話 或我們沒甚麼想要這些課 你就不知道 根本人跟人之間的溝通 在現今社會越來越疏離 越來越疏離,對 對,大家都不會說自己的事 真心痛 真心痛 因為人的封閉 第一,他不想理會別人 亦不想別人去理會他 是 在這種處境下 我們的共識越來越少 亦少了關注其他人 顧慮其他人的心態越來越低 他不喜歡,我還是照做 這些人是越來越多的 是 今集我們討論了這麼多 覺得佔有欲可以充滿危機 對嗎 殺傷力可以很大 是 愛情可以很甜蜜 可以 但亦相當… 但反轉豬肚那一刻 就是… 可怕了 不容許他出賣 沒錯,今天很感謝 李本龍老師跟我們的 出行西分析,謝謝… 謝謝李老師 我們下次見 我們下次見